六天后 耶稣带着伯多禄 雅各伯和约望 悄悄地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 他的形象变了 他的衣服发亮 变得非常洁白 世上漂泊的人 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 又有厄利亚和梅塞 向他们显现 并正在与耶稣说话 伯多禄面对耶稣说 纳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 让我们搭三个帐篷 一个吸你 一个吸梅塞 一个吸厄利亚 其实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才这样说了 因为他们已客外了 这时 有一片云彩笼罩着他们 从云中传来声音说 这是我中爱的儿子 你们要听从他 忽然 他们环顾四周 再看不见别的人 只有耶稣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下山时 耶稣命令他们 在人只从死者中复活以前 不可把所看见的告诉人 他们守着这个秘密 但有彼此疑论 从死者中复活 是什么意思 便问他说 为什么经思说厄利亚必须先来 他对他们说 厄利亚当然要先来 从政一切 但经上怎样记载 人只必须受许多苦 被人蔑视呢 我告诉你们 厄利亚已来了 人们任意对待了他 正如经上有关他所记载的一样 人们在记载中处理亚自分装 这些秘密的秘密